小熊多了,讲故事 狮子的烦恼 有一天,素有森林之王之称的狮子来到了天神面前 我很感谢你赐给我如此雄壮威武的体格 如此强大无比的力气 让我有足够的能力统治这整座森林 天神听了,微笑地问 但是,这不是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吧 看起来你似乎为了某事而困扰呢 狮子轻轻吼了一声,说 天神真是了解我 我今天的确是有事相求 因为尽管我的能力再好 但是每天鸡鸣的时候 我总是会被鸡鸣声给吓醒 神啊,祈求您再赐给我一个力量 让我不再被鸡鸣声给吓醒吧 天神笑道 你去找大象吧 他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狮子兴冲冲地跑到湖边找大象 还没见到大象 就听到大象跺脚所发出的 蹦蹦响声 狮子加速地跑向大象 却看到大象正气呼呼地直跺脚 狮子问大象 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 大象拼命摇晃着大耳朵 吼道 有只讨厌的小蚊子 总是钻进我的耳朵里啊 害得我都快痒死了 狮子离开了大象 心里暗自想着 原来体型这么巨大的大象 还会怕那么瘦小的蚊子 那我还有什么好抱怨呢 毕竟鸡鸣也不过一天一次 而蚊子却是无时无刻地骚扰着大象 这样想来 我可比它幸运多了 狮子一边走 一边回头看着 仍在跺脚的大象 心想 天神要我来看看大象的情况 应该就是想告诉我 谁都会遇上麻烦事 而它并无法帮助所有人 既然如此 那我只好靠自己了 反正以后只要鸡鸣时 我就当作鸡是在提醒我 该起床了 如此一想 鸡鸣声对我还算是有益处呢 小朋友们 所以啊 我们要向狮子学习 当我们遇到什么困扰的时候 我们要换个角度思考 这样的话 就不会被这些麻烦事所困扰了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换个角度一想 或许这些小困难也不算什么 你们说是吗 好久不见了吗 让你感受一下 这些的小困难也不太 这 Holiday 什么